2.第七是于第三眼当中恢复,六根清静 1.收射六根,安住于全然的寂静 问说,你看到什么?另外一天的催眠 0.我还是进入我的松果体,里面是空的,暗的,前方有一个像是舞台或立体大荧幕,中间和我隔着很厚的透明能量层,我像是从上往下看着照着厚厚透明照紫的彩色荧幕 我站在黑暗的这一边,看着另外一边像是以透明照紫照住的立体荧幕,荧幕上年五颜六色,多彩多姿 里面在演什么,看不清楚,好像很热闹,很多变化,五彩缤纷,有很多声音,味道及活动,但是我闻不到也听不到,因为隔着一层很厚的透明照紫 我这一边很安静,都是黑的,空的,没有声音,没有味道,什么都没有,没什么感觉,也没有冷,热 我这一边是无边的寂静,安定的感受 问说,然后呢? 0.我也可以将透明照紫关掉,就像是将大舞台的荧幕关闭,我就可以进入全然的寂静 如果打开荧幕,我就可以看到另外一面有很多色彩,活动,声音,气味,体验 荧幕舞台这一面就是松果体外面的世界,有的世界,也就是地球物质世界,或者称为外境,六成 而我可以自行决定打开荧幕或关闭荧幕,我把荧幕关掉了 待在松果体里面的时候,就是全然的寂静的状态,安定的状态,空,无的感受,回到完全的寂静,定静当中,安住在本质当中 你会进入一种很深层的安住在你的本质当中 这个时候,我完全不想说话,我关闭我的眼,耳,鼻,舌,深的感知,进入内在寂静的状态,安定的状态 我就会回到我的松果体第七式的本质状态当中,我就会什么都不想做,因为我关闭了身体无感的感知,对于外境不再起心动念,纯然安住在寂静的本质状态 我不再受到一切外境的干扰,我的眼,耳,鼻,舌,深,意,头脑,不再往外探求,索求,所以收射眼,耳,鼻,舌,深,意的感知 而往内回到内在寂静的状态,收射所有的注意力回到寂静的状态空,无的本质当中 我沉静下来,回到本质当中安静的感受纯然的存在的状态,这就是原来的状态 问说,把荧幕关起来指的是什么? 灵说,关闭眼,耳,鼻,舌,身对于外境的接触 关闭眼,耳,鼻,舌,身,意对于外境的一切向外投射 就像是将接触外境的荧幕关闭起来 我会回到全然的内在寂静的状态,定静的状态,空,无的状态 我不再对外境起反应,而回到真实本然的状态 这就是原来的状态,你们必须自己去体会 问说,还有呢? 灵说,继续练习,先去练习关闭眼,耳,鼻,舌,身,意,头脑,与外境的接触 回到松果体第七式的寂静状态,先去练习,先不多说 二,破除被外境影响的幻象能量层 问说,你看到什么? 另外一天的催眠 灵说一望无际蓝色的海,浅蓝色,宝蓝色渐层的海洋 亮亮的,很漂亮,白色会发亮的沙滩 细致的珍珠白的沙,会发光 周围都是白白亮亮的能量,天空也是亮的 这里像是一个空间,前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站在沙滩上看海,有微风 这里很广阔,但是周围都是白白亮亮的能量 待在这里很舒服 海浪拍打到沙滩上的时候就像是细致的白光 这些应该不是真正的海水,而是白光能量 海浪声的频率很稳定,很舒服 海浪波动形成一种细致,稳定的频率 我在这里感受这种细致稳定的频率 浅蓝色发光的海洋能量,好像正在运用这种细致稳定的频率 调整我的身体的频率 问说,这里在哪里? 您说,心腔的中心,现在正在调整身体的频率 很像正在运用大海广阔,巨大的能量清洗这个身体的能量场 细胞及从小到大累积的不平衡能量 稳定整个灵魂的能量 问说,这个有如大海般的能量是什么样的能量? 您说,第七式的能量 第七式的能量进入这个身体,稳定这个身体灵魂的能量 也就是说,第七式的能量就有如大海般广阔 从心腔中心进入整个身体,融合 并且扩散至这个身体的所有细胞 以及身体周遭整个能量场 灵魂光球 第七式的意识能量 现在正在调整整个能量场的频率 整个第七式的能量恢复与整个肉体连结 也就是周边包覆的第六式不平衡的染污能量 第六式小我幻象能量层 几乎已经清除了 表示它已经破除了所有的小我无名妄想 所以第七式的能量就如同大海般清理它的能量场 扩展至它的整个肉体及能量场 因为它已经醒来了 没有第六式所形成的小我幻象能量层了 那么第七式就可以完整地与它的整个身体融合 表示它更回归第七式的状态 更不受到第六式幻象层面的影响与控制 也就是说 第六式已经清醒过来转位智慧 第六式当中已经没有幻象能量层了 第七式的周边已经没有第六式所形成的幻象能量层 最后一层的幻象能量层已经破除了 问说 什么样的最后一层的小我幻象能量层已经破除 灵说 上次破除的是不再往外求 这次破除的小我幻象能量层是不再受到外境影响 上一次的进展是收射所有的生命能量 不再往外求 但是它还没有破除另外一层的幻象层 它还是以为自己会受到外境的影响 虽然已经不在外求 不再往外抓去 但是它还是认为自己会受到外在所有一切人 事物的影响 所以 它的内心深处还是觉得 自己必须帮助家里的人变得更好 自己必须帮助周遭的人 环境或社会更好 否则自己就会受到影响 它仍然误以为外在任何的人 事物及环境都有可能伤害它 它还是会受到外在一切的影响 而这一次它已经破除外境会影响自己的这层小我幻象层 当这一层破除之后 它可以说已经真正破除所有的幻象层 它不再往外求 也不再受到外境一切的影响 不过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问说 是 林说 会破除这一层幻象层的原因 是因为她昨天想通了 原本她的内心有一种想法 想要帮助妈妈醒来 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 这是因为她认为如果妈妈觉醒了 并且学会真正爱自己 那么她就不会受到妈妈的影响而不爱自己 因为从小到大 她发觉就是因为妈妈不懂得真正爱她自己 所以她也学不会如何真正爱自己 因而产生许多痛苦经验 她以为从小到大所产生的痛苦经验都是源自于外在 而最主要的外在原因就是因为妈妈不懂得真正爱她自己 爸爸不爱她自己 那些跟她亲近的大人们不爱他们自己 所以才导致她从小无法学习到爱自己 她以为是外在的人 环境及社会的关系 才会造成她不爱自己 造成她困在痛苦 看不起自己 认为自己不够好 不爱自己的幻象当中 她以为从小到大的不快乐都是外在因素所造成的 是因为外境的影响才会造成她的痛苦 或者她也会认为就是因为外在有虫影、蟑螂或庇护 还是社会上有做监犯科的坏人 或者病毒、战争以及整体社会扭曲的价值观 才会造成种种她在成长经历的痛苦 她以为自己的痛苦都源自于外在的一切种种 然而 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她的头脑所产生出来的小我幻象 或者说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无名妄想 不是外在环境造成她的痛苦 而是她的六视与身体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连结 以身体六根接触外境六尘 色声相畏触发 而产生种种想法 感受、判断、喜好、情绪及选择 这些因为六根接触六尘外境所产生的各种对于 内心的作用、反应及结果 也就是所谓的心所、作意、触、受、想、思 而这些作用当中让她的内心产生最强烈的一种想法或 情绪就是恐惧 这种从小根深蒂固存在于她的内心深处的无名妄想的恐惧 这层恐惧的小我幻象能量层即是外在的一切造成我的痛苦 所以她会对于外在环境产生一个很大的恐惧 并且被这个恐惧所控制 她的恐惧源自于是外在的一切控制我的喜、怒、哀、乐、以及安全感、满足感的感受 然而,事实上是因为她进入了这层幻象能量的想象当中 让她误以为是外境让她产生痛苦及危险 这是因为当你出生之后 你开始形成小我第六式的时候 你第一次感受到恐惧及不安全感 几乎都是因为妈妈或爸爸打你或骂你的时候 也许是婴儿或三岁之前的经历 你会产生一个念头 哦,是因为外面的某个什么让我产生危险或不舒服的感觉 你开始认为 哦,外面可能不安全 或者外面这个人可能会让我受到伤害 也许是在婴儿的时候 你哭了、被打屁股 或者换尿布时 妈妈或爸爸有语气强烈的责骂、抱怨 还是你饿了或尿布湿了 却没有及时被处理 你感到很不舒服 生存感受到威胁 你开始产生一种想法 是因为外境的原因让自己感到不舒服、不开心 甚至是生存权受到威胁 你认为自己的不开心、不舒服或不安全感 都是来自及于自己的身体之外 问说 是 林说 这种恐惧外境 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外境的影响 我会被外境影响 我一定会被外境影响的想法 也就是作意心锁 源自于六式连结身体六根 接触外境六成 因而产生在小我第六意识 头脑意识 的幻象 或者称之为无名妄想 你的小我头脑产了一种幻象 无名妄想 我会受到外境的影响 我因为外境的影响而内心产生各种情绪 好恶、欲望及选择的起心动念 然而 事实真相是你主动去反射这些外境 而让自己生起所有的起心动念 而不是外境让你产生起心动念 主要是因为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头脑 往外投射 与外境产生反应 然后你才生起喜、怒、哀、乐等起心动念 所以 是你去反应 投射这些外境 让这些外境进入你的意识当中 你才会产生种种起心动念 事实上是你自己去抓取外境 而不是外境主动来影响你 你们都搞错这个因果关系了 事实上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幻象 做一心锁 无名妄想 你只取了外境 你把外境抓过来 而让自己产生各种起心动念 然后在认知上产生了一种误解 以为外在的一切会影响你 外在的一切会让你产生喜、怒、哀、乐、恐惧等情绪 或者影响你的肉体 你觉得你被影响了 所以你去抓来让自己被影响 而不是这些外境主动影响你 于是你会对外境产生一种恐惧 而你的小我意识不由自主的就会被这种恐惧所控制 你会认为外境的种种一切可能会伤害你 让你活不下去 或让你不开心、不舒服 这是因为你的六四连结身体六根 再由六根反映六成外境世界 你的小我意识因而产生了某种想法 做一心锁 外在可能会有危险 我要好好保护自己 否则我会活不下去 这个想法的产生最初是因为 当你投胎进入一具物质肉体当中 你的肉体会有一种生物本能 你必须注意 小心外在的某些危险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确保物质肉体的存活 你会自然产生一种生物本能 也可以说是求生意志 如果你能够好好运用这种生物本能 你会让自己适度地产生警觉心 避开危险、安全地存活在物质世界 直到你的肉体无法使用的那一天 然而,当你们进入肉体之后 并且陷入在小我意识当中的时候 你们将这种求生的生物本能扩大的太过不平衡 反而将这种生物本能形成恐惧 让你只取这种恐惧 你以为外在所有一切都有可能会伤害我、影响我 我被外在的一切所影响 我不得不被影响 我一定会被影响 你因为只取这种恐惧 而形成一种幻想 以为你的人生一定会被外境所影响 爱,就是因为我妈不懂得爱她自己 所以她从小就会打我、骂我 从来不鼓励我 所以我才会没有自信 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卑 所以我才会让自己活得不快乐 或者我爸会打我、骂我 才害得我不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什么、什么的 还是我的老师在全班面前辱骂我 让我感觉自己很糟糕 所以我才会不敢在人前讲话 不敢表现自己等等 或者这个世界很不安全 抢劫、杀人或各种天灾、人祸、病毒传播的发生 我就是随时曝露在这些危险当中 我很不安全 我是被动的只能被这些外境所影响 你以为你是被动的被外境影响 然而这只是你们头脑小我意识所产生的幻象 你们搞错了 你们并不是被动式的被外境所影响 而是你们主动放弃自己真正的生命力量 误以为自己只能被外境所影响 事实上 是因为你们抓着外境让自己被影响 所以你们才会被影响 如果你拿回自己生命的主控权 你回到第七世的清明智慧 不受到小我第六世的幻象所影响 你会明白自己的生命完全由自己控制与创造 当你醒来 当你醒来 回到第七世 你的灵魂能量恢复完整 事实上是由你来决定外境可不可以影响你 而不是被动的只能被影响 因此 你可以决定让整个外境完全不要影响你 当你醒来 你回到完整灵魂的状态 你的第七世的灵魂力量强大到足以让你决定完全不受到外境的影响 因为你破除了小我第六世的幻象能量层 这层幻象能量层 无名妄想 就是你以为你只能被动被外境影响 你完全拿回你的主控权 你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灵魂 你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是你不被外境所影响 因为你不再将外境的影响力拉过来 进入你自己的能量场 灵魂光球 里面 问说 是 灵魂说 除了不再往外求 收射你所有的生命能量之外的下一步 你还要拿回你全部的力量 彻底了物 你不会被外境所影响 如果你会被影响 是因为你愿意被影响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外在的人 是 物可以影响你 是因为你愿意被影响 你才会被影响 你以为自己是被动被影响 其实是你把自己主动的权力放掉了 所以你进入第六意识的小我幻象层 以为自己只能被外境影响 这是当你还是小婴儿的时候 你首次被妈妈打骂 或者因为外境强烈的色、声、香、味、触、法而产生恐惧的时候 你就进入了这个被外境影响的小我幻象能量层里面了 你的脑中生起了一个想法 哦 我会被外在的这些伤害 而我没有办法反击 因为这时候你进入了一个婴儿肉体 切断与第七式的连结 你忘记自己真正是谁 你也忘记自己的灵魂具有强大的力量 而不会被外境所影响 所以你会误以为自己没有主动权 没有能力做决定 只能被动被外境影响 因此 是你的意识去直取外境 而影响你的起心动念及生命体验 并且形成你人生当中的现实世界 你真的被外境所影响了 你被这个世界、社会、与你之外的人事物影响了 你被这个物质地球世界的一切种种所影响了 你以为你只能被动被影响 这是一种小我头脑意识所产生的幻象 问说 了解 灵说 只要你将这种直取放掉 打破这个幻象 把你以为会被外境影响的生命能量收射回来 回到灵魂的真实状态的时候 你会从内在真正体验到我不会被外境所影响 如果我会被影响 是因为我愿意被影响 如果我不愿意被影响 我也绝对不会被影响 即便因为某个天灾人祸而造成你的肉体不堪使用而死亡 你也只是离开肉体而已 对于你的整体生命历程 整个灵魂 以你的第七世而言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还是你的第七世 你还是你的灵魂 你还是存在 你的第七世没有任何损伤或减少 如果这个暂时的肉体无法使用了 那么你的第七世就是离开这个肉体就好了啊 你的整体生命历程不会受到真正的影响 你会很容易就离开这个肉体 你不会被困在这个肉体里面 所以你需要害怕死亡吗? 不会 因为你理解某种天灾人祸导致你的肉体不堪使用的时候 你的第七世会很自然而然地离开这个肉体 你不会有遗憾或留恋 所以你会被这些外境的天灾人祸所影响吗? 不会啊 你的第七世 灵魂 不会受到影响 你还是原来的第七世 灵魂 所以你不会真正受到影响 你会是自在的 你不会害怕死亡 因为肉体只是暂时的 而你也不会只取外境的所有的一切 因为你了解外境的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所以你还会留恋这个肉体吗? 不会啊 那么你还会真正受到任何外境的影响吗? 不会 所以 有没有得到肺炎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如果这个肉体的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第七世 灵魂 就走了啊 如果得了肺炎 可是肉体还是堪用 那么第七世 灵魂 就继续留下来 继续待在这个肉体里面体验这个物质世界的生活 只是这样而已 这个时候 你还会被外境影响吗? 你还会有不甘心 痛苦吗? 不会啊 所以你不会被影响 这就是我所谓不会被影响的意思 这样你有了解吗? 问说 是的 灵说 所以 你会很自在地面对所有的生命经历 你不会非常执着于现在这个暂时的肉体 你也不会执着于外境的世界一定要合你意 可能你还是会觉得妈妈不爱自己 她还很痛苦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祝福她 你不会产生强烈的想法 认为自己一定要帮助妈妈学会爱自己 这是因为她之前认为自己从小到大所有痛苦的根源 都是来自于妈妈不懂得爱自己 所以她才不懂得如何真正爱自己 而让自己产生许多痛苦 她不是责怪妈妈 而是她以为如果帮助妈妈醒过来 让妈妈懂得爱自己之后 她也就不会再受到因为不爱自己的苦了 所以她内心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无名欲望 她想要帮助妈妈醒来 她也以为她必须帮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她必须帮助周遭的人醒来 当外境越来越好的时候 她就不会受到影响了 因此她的内心会产生一种压力 她必须让外境更好 她才不会受到影响 她以为外境会影响自己 但事实上不是如此 外境不会影响她 当她将这种幻境能量层破除之后 她就不会再受到外境的影响了 那么她的内心也就不再拥有这些压力及无名妄想 以为自己对于别人的受苦有责任 当她没有这些无名妄想的时候 她才能够更自在地运用她的智慧 真正帮助其他人 她不再会产生我一定要帮助别人的无名妄想及压力 这还是一种执念及无名妄想 当她没有破除这层无名妄想的时候 她无法运用第七世的真实智慧 真正的帮助到其他人 你必须破除所有的无名妄想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以第七世的清明智慧帮助其他人 三、第七世的力量如大海般广阔 不会